在妈妈的鼓励下小朋友专注的练习T级 这是由台北市新移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亲子体能活动 今年特别选择很受国人喜爱的跆拳道作为课程 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道馆上课 除了协助小朋友养成运动习惯 也增加新移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针对我们新移民朋友 来想一些促进这个亲子家庭关系的活动 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会办在我们所内 那可能就是一些室内桌上行的一些课程 那今年我们就想说刚好适逢暑假期间 那小朋友也需要放电 所以我们才初次尝试跟我们这个跆拳道这边一起来合作 那这对我们新移区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那以这次的反应看起来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不只有小朋友家长也下场亲自感受跆拳的魅力 植花这样的活动很棒 一方面让小朋友发泄精力同时培养体能 亲子一起练习也让彼此关系更加紧密 很棒就是让家长跟小朋友可以一起认识跆拳道 对然后教练他们有提供很棒的场地我觉得很好 就是他们练完就是很好入睡 对然后体力上面也有变比较好 那你想要成为排泄教练习 那你要怎么做搞啊 努力练习 努力练习 很满意 可以让增加亲子跟大人的活动 就运动啊一起增加技能啊 我觉得还不错 小朋友啊就回家就觉得 放个电然后比较好顺 增加体能 运动啊 让身体变得更健康 道馆教练也证实 现在有越来越多家长会和小朋友 一起来学习跆拳道 因为跆拳道这一项运动 大人小孩都适合 谈到这个运动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参与 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参与 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 谈到这个亲子活动 我觉得说可以把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一起结合起来 然后一起来上课 因为其实现在谈到这个课程 以前是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后面现在 爸爸妈妈后面觉得说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参与 将对了 现在反而现在很多是亲子是一起来上课的 新移区公所方面表示 这一次暑假亲子体能活动 很获新移民好评 未来不排除继续举办 协助新移民适应在台生活 也创造属于亲子间的美好回忆 新移区新移民 活动战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